把爷庆辉塞满整个屏幕 真的好久没有拍视频了 因为最近事情太多了 就忙里忙外又要找房子 所以这阵子也快忙完了 今天我们就先来拍一些沙雕玩具 一个整骨马桶 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精致的小马桶 然后我们就只需要打开这个马桶 哎呀呀呀不用吃了 给你们擦擦啊 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整骨马桶 就你一打开它里面的水就会往你脸上射 嗯不是射不完的呢 看它这里面是有块便便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玩具还是挺好玩的 就你可以去整骨一下 下一个青蛙小猪发生气 这个就是捏一下就可以发出蛙叫 试一下 你家青蛙这样教啊 这也不是猪叫 这种叫声他都弄不出来 他来卖这个猪叫玩具 你知道怎么叫猪叫吗 下一个 这好像是一个电动毛毛虫 这个好像是国外还挺火的 来试一下 我感觉这个玩意做的还是挺有趣的 它这个蚂蚁做的也还是挺逼真的 这毛毛虫做的还挺逼真的 你看它会这样子蠕动起来 下一个 杀掉眼镜 大家看一下 感觉挺一般的 它这个眼睛你要闭眼的话 你还要去拿底下的绳子 下一个 挠头气 其实这玩意儿在早几年就已经火了 但是说实话 当时火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 这玩意儿它挠在头里到底啥感觉 咱们来试一下 没有感觉没啥感觉 就是有很多东西 感觉从你那个头脑涮下去 好像让你那个血液流通了一下 下一个 大猩猩玩具 它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玩具猩猩 然后你几次要把它这个香蕉拿掉 然后你把香蕉还给它了 它就不会叫了 这怎么越停的叫成越像闲宝宝 我感觉这一种设计的话 它还是比较有那种创意的吧 下一个 琢磨鸟玩具 这个好像也是挺早就已经有的 就把它琢磨鸟拿上去 下一个 我有买过这玩意儿吗 这就是一个遥控大便 可以直接往前开 转圈 再往前开 放屁 好无聊 这什么玩意儿 下一个 诶 这东西是我最期待了 这好像是一个那个日本的小玩具 这一个东西 Losamangai 这个据说是那个什么拍掌神器 就是有这个东西拍掌 你以后都不用用手拍掌 就这样的 它这个是有两个档位 可以切大拍掌 也可以小拍掌 所以说这玩意儿为什么要只60块呢 下一个 这好像是一个那个糖黄球 就这样按下去 这个有点危险 说实际上 我还可以切大拍掌 也可以切大拍掌 也可以切大拍掌 所以说这玩意儿为什么要只60块呢 下一个 这好像是一个那个糖黄球 吓老子一跳 这个有点危险 说实话 讲真的我觉得这个不适合小孩子玩 除非这个用脚踩的话 可能还好 弹的高度不高 不过它里面刚刚那弹簧 震了一下我的手 我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震痛 下一个 路伦小汽车 现在已经装好电池 让我们来试一下 是我操作的不对吗 先开机让它转个三五秒 等固定下来以后 就可以放进里面 它就可以平稳行驶 现在差不多 我们来试一下 哇 厉害啊 这玩意儿 啥原理咱是不知道 不过我感觉挺厉害的 我们再按一下它赠送的这个三脚头 试一下 这个的话它就好像是可以在原地里任何时间赚取 OK 各位 这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傻屌玩具开箱了 这玩具花了我差不多300块钱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玩具 就制作还是不错 就能让人眼前一亮 但有一些的话我就觉得就还是比较普通 OK 那么这就是这一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请给我点一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